美国又出大事了 国内多地遭受恐怖生物入侵 他们已经先后七次逼停核电站 搞得老美那是头疼不已 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进行清理 但是都收效甚微 如今老美境内的五大湖地区 可以说是无一幸免 疯狂程度堪比亚洲鲤鱼 更荒谬的问题是 至今没有人知道 这小东西是何时拿到美国绿卡的 只不过如今这个问题 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发展的势头实在是太猛了 别看他们个头不大 就跟一个普通硬币差不多 但是怎奈何团结就是力量啊 靠着猥琐的野区发育能力 在美国的河流水域 那是胡作非为 既然如今 老美为了好好地给这些家伙们 上一课已经花费了超过50亿美元的巨资 甚至连投毒的方法都试过了 但结果都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也因此他们还被老美称为是 最疯狂的入侵者 可以说是头疼得很呢 为何这些小家伙们会有如此本领 又到底能不能吃呢 点个关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小东西的学名叫做斑马一贝 原本只是俄罗斯南部附近的一种小贝壳 由于大部分的贝壳上有着条纹 也因此被人们叫做斑马一贝 一般也就长到十家盖大小 最喜欢附着在其他石头或者水草上 不管是钢铁管道还是传播螺旋桨 都是他们的附着目标 一个两个没有事 要是密密麻麻的好几层呢 那是抠都抠不满 让密集恐惧症患者头皮发麻 着实让老美对此头疼不已 毕竟这还不是在海洋上 只是在内陆地区的淡水水域就这样 你说头疼不头疼啊 而现如今 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布西欧 加拿大和美国的各大水系 给当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灾难 这种斑马一贝的一个特性就是寄生 他们会寄生在其他的软体动物身上 甚至连龙虾之类的都躲不过去 已经有不少的动物 因为被他们寄生而死 有点像是海洋里的藤壶一般 可以说只要有他们的存在 其他的贝壳类动物基本都难逃一死 这些小家伙们虽然生命力蛮强 但是脑子却不太好用 也不管什么螺旋桨 还是水泵管道之类的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 他们都能生存 基本不挑 甚至连老美核电站的取水口 都多次被他们占领 时不时就得关闭水闸 还有船闸 来耗费精力 去把小家伙们给请出去 根据美国国会的相关数据统计 自从发现斑马一贝入侵以来 他们所造成的损失 和各种清理防控措施 已经消耗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 可谓是损失惨重 而如今两次清理相隔的时间 也越来越短 没办法 这些小家伙们繁殖的实在是太快了 作为一种贝壳类生物 他们的生长密度可以达到 每平方米上万只 可以说被他们入侵的地方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已经有超过70%的美国本土贝类因此灭绝 他们的寿命可能只有短短的四五年 但是其繁殖能力 就是其他入侵物种远不能比的 他们在找到合适的地方之后 在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可以开始繁殖 每次好几万棵 一年下来就是上百万的后代 而且基本上不用担心存活率 在如此大的基数下 那扩张速度简直让老美头皮伐麻 在1988年的时候 美国的生物学家 第一次在加拿大 发现这种从没见过的小贝壳 虽然体型很小 但数量却不少 当时的它并没有在意 然而 仅仅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美国的五大湖地区 都先后发现了这种生物 这才让老美开始重视起来 说起来这些小贝壳 还是先了亚洲鲤鱼一步 对老美的五大湖实施了占领工作 在他们泛滥起来以后 自来水厂的抽奔管道 或者排水管道 都会被这些斑马一辈给堵住 当人们开始发现问题 并进行清理的时候 这些斑马一辈已经顺着管道 入侵到了城市下水道 或者其他水域 简直就是无孔不入 防不胜防 尽管看上去速度不快 但是怎奈何没办法进行控制 在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已经占据了美国的十几个湖泊地区 基本上靠近美国五大湖地区的周线 以及南方的部分水域都已经被占领 如此快速的扩张能力 再加上超强的繁殖能力 很快就成为了美国人的心头大患 这些小家伙还是有这些优点的 只不过这些小家伙的优点 却引发了更大的灾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斑马一倍本质上是一种绿石性动物 它们在进水的同时 会把水中有营养的物质给留下来吸收 然后把粪便给排出沉入水底 可以说一个个就是小型的生物净化器 对于水质的改善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要是数量能够控制的话 完全可以大幅度的起到水质改善的效果 可惜的是 由于它们是外来物种 在美国没有偏敌 再加上格式的水温等 其数量根本没办法控制 在数量上去以后 它们所产生的粪便也多了 这就造成了水体负营养化的现象 直接后果就是 水草也疯狂生长大量繁殖 而这些繁殖的水草 又让斑马一倍再次繁殖 形成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 它们倒是快乐了 其他的瑜伽之类可就嗝屁了 由于生存空间被疯狂挤压 那数量也是快速下降 给美国本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也给亚洲鲤鱼的泛滥 准备好了先天条件 这才有了后面的鱼大档子事 而且 随着湖中水草和藻类的爆炸繁殖 美国纽约州的一个核电站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被迫关闭了三次 大家都知道 因为核电站需要大量的冷却水 所以一般都建在水域周边 这点也不例外 可这也让老美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原因就是 这些疯狂繁殖的藻类和小贝壳 已经堵住了核电站的过滤器 让整个核电站没办法正常运行 要是净水量不够的话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核反应堆过热融毁 要是再因此产生核泄漏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没办法 只能晋级关停核电站来进行清理 而停机清理所造成的损失 是每天超过200万美元 不仅仅是这个核电站 在其他的核电站和燃煤电站等 需要用到大量冷却水的地方 都面临着这一难题 更别说水电站了 因为他们已经堵住了各种净水管和水闸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具体画面可以参考海上的船舶 和被藤壶之类折腾的构腔的 鲸鱼海龟之类 美国的农业部对此 还专门研发了一种清理机器人 目的就是把这些烦人的家伙给清理掉 至于完全消灭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想都不敢想了 当然了 这些斑马一备的泛滥 也不全是坏事 这不 还引来了大量的水鸟 形成了一道不错的景观 为啥说是景观呢 这是因为 就算是爱吃贝壳的水鸟 也对这些斑马一备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它们只能吃掉潜水区的一部分 斑马一备 对于深水区的 则是毫无办法 再加上 小贝壳疯狂的繁殖速度 被吃上一点 那也是无伤大雅 那么 这些泛滥的小家伙们 真就没办法治理了吗 它们到底能不能吃 好不好吃呢 其实 这小东西啊 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话 好好收拾一下 还是可以吃的 就算是有寄生虫之类的 也不怕 只需要大火爆炒 即可解决 但问题是 它们可是在美国的五大湖地区 先不说水域庞大难以捕捉 就算是捕捉到了 那老美也不敢吃啊 这是因为 在早些年的时候 美国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 很多的工业废水 并没有经过好好的处理 就排进了河流水域之中 导致了水体的重金属含量 严重超标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重金属成分 可并没有消失 而是一直在水域中留存 这些不停过滤水体的小贝壳 就是无数的重金属的收集者之一 另一个就是 咱们熟悉的亚洲鲤鱼了 所以说这些小贝壳也和亚洲鲤鱼一样 那是送给它们 它们都不敢吃的 毕竟谁会嫌命长呢 再加上这东西太小 还没有普通的硬币大 收拾起来 那叫一个麻烦 要不就投毒试试 2014年的时候 加拿大就勇敢地做出了尝试 它们使用了一种液体废料 对斑马仪背 泛滥的地区进行了治理 效果那是十分不错 很快就有大量的贝壳被沙子冲上岸边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些污染该怎么办 毕竟五大湖地区可是每家两国重要的水源地 要是这里的水体遭受到严重污染的话 势必会对附近数十万的营水安全造成影响 这一点是谁都不得不去考虑的 说到最后啊 也只能去靠生物去克制了 就比如亚洲鲤鱼 这也算是以毒攻毒吧 不过问题是不管哪个最后胜出 好像都不是老美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至今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甚至还有声称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随着现在全球化的加快 很多生物都随着船舶或者飞机四处旅游 生物入侵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难题了 一个地区的原本的生态系统 都是相对完善的 要是突然有一个外来者搅局的话 那无疑是一种降维打击 就像美国犯了的野猪和亚洲鲤鱼 对此我们切不可调影轻轻 各位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请给小兰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